谢霆锋和张柏芝会复婚吗? 谢霆锋回归家庭一直都牵动着不少网友们的心。 谢霆锋和张柏芝有两个可爱帅气的儿子, 多年来都是张柏芝一个人抚养着两个儿子, 所以有不少网友认为, 谢霆锋和张柏芝应该为了儿子们复婚, 给儿子们一个完整的家。 而张柏芝的前公公谢贤也是希望他和谢霆锋能够重归于好, 或许谢霆锋早就有回归家庭的想法, 但张柏芝有几个迹象表明他可能不希望, 谢霆锋回归家庭。 张柏芝虽然对谢霆锋不满, 但他在儿子面前从未说过谢霆锋的不是, 经常对儿子说你的父亲非常优秀, 好父亲的形象都是张柏芝树立起来的, 但在儿子的心目中父母的感情恩怨早有耳闻, 对于爸爸谢霆锋的抛弃, 妈妈又和别人走在一起, 作为儿子, 他对父母的离异, 对爸爸谢霆锋的一些做法感到不满。 有一次, 大儿子谢震锋在接受采访时就说道, 不后悔爸爸妈妈离婚, 爸爸配不上我妈妈, 可见在儿子谢震锋心目中不认可, 这个爸爸谢霆锋, 当年谢霆锋和张柏芝离婚, 张柏芝在接受采访时被问离婚的原因是什么时, 张柏芝回应了一句话因为不爱了, 之后谢霆锋疑色患上了皮肤癌, 他第一个想到的就是给张柏芝打电话, 而张柏芝只是说了一句话, 老天爷是不会让恶人这么快死的, 从这句话暴露了张柏芝对谢霆锋的态度和感受, 不得不说, 谢霆锋和张柏芝离婚后, 两个人的感情确实是发生了很大的转变, 离婚后张柏芝一个人照顾儿子们, 谢霆锋和王妃却逍遥自在地秀恩爱, 现在的谢霆锋想回归家庭, 虽然说浪子回头金不换, 但是不知道张柏芝和儿子们会愿意接受, 谢霆锋的回归吗? 你认为谢霆锋的儿子和张柏芝欢迎他回家吗? 欢迎在评论区留下您的观点, 别忘了长按点赞哦!